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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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孙主任你好 观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那孙主任在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这个潜力线疾病的一个发病情况 因为之前我看数据显示就是咱们40岁以上的人群 就是一个高发群体了 同时有数据显示年龄越大可能发病越高 像60岁的老年人可能发病率达到了50% 可能80岁就达到了83% 那这个发病率是这么高 它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首先傅主任说这个数据非常准确 这是从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而来的 潜力线这个线体是人的男人的一个附属性线器官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越到老了它越增生 因为潜力线这个线体像个例子一样 在我们的膀胱出口下方存在 我们的尿道是通过潜力线中间穿过的 所以潜力线一增生以后它的体积正大 它就挤压我们的尿道 使我们的尿道狭窄 避塞 所以很多老人到了病变的末期都是排不出调来的 这个发病原因虽然不很清楚 但是从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有两种因素 第一个 这个男人存在一个正常的搞完功能 因为啥呢 从流行病的调查来看 有些年轻的人 由于某种原因 年轻的时候切除搞完 到老年他不会得潜力线生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老化的年龄 年龄老化以后 我们身体的基数分泌就不协调了 尤其我们的性基数 磁胸基数不平衡 所以造成一个其他的 像我们体内的双清稿酮产生过多 这种稿酮 双清稿酮是刺激我们前列腺体 使它不断地增生 目前认为这两种因素是最常见的 所以说这个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 是越大数大 越多 所以这个前列腺增生 是中老年男人躲不过去的一个麻烦 那么老师 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 咱们的患者是一发现有症状了 就选择就医 还是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 才去选择就医呢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老年人都很要强 身体也都不错 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 年轻时候肩膀也脱了 脸上也有皱纹了 正主要的就是他们的腺体发生了增生 这部老人 由于和大多数老人和子女在一起生活 他们认为排尿困难的症状 无约也和子女说 第二个呢 有些子女对老人关系也不是很到位的 有些认为这个老年人的身虚 排尿局这个状态 所以说呢 老年人不说子女他不关系 就一再前言 很多老人到医院 已经尿不住尿了 医生也没有办法 就给他插个尿管 先把膀胱里尿都引出来 要膀胱尿液存的太多了 造成我们的膀胱炎 膀胱结石 我们肾宫衰竭 都有这些病发生 所以插尿管 把膀胱引出来 更有甚者 一部分老年人 尿管都插不进去 因为尿到脊下 非常避塞 我们只能在肚皮上 照不动 就要打漏 就要照漏 把膀胱里的尿 从肚皮上 引出到外头 所以这个带着尿袋 非常不方便 老人自尊心 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样 很残酷的这个疾病 到万岂 所以老师 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 咱们总结两类人群 一类是觉得 这个病不是很严重 不需要去治 可能还有一类人群 会觉得 不方便 对 难以齐齿 不方便去治 没错 那老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前列腺 它到底会给 这个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困扰呢 前列腺 这个争生的症状 早期就是 尿急 尿贫 叶尿多 进一步加重 我们的尿流变细了 尿尿分叉了 滴滴答答的 尿部射程很近了 俗话说 年轻人是 顶方尿三尺 老年人顺风撕斜面 就是滴滴答答 我们没看到尾程间 往往写的 前进一小步 进步一大步 是的 老年人不是不想进步 却是由于某种生理的因素存在 使他们生活得很窘迫 很尴尬 所以说到晚期以后 他基本上尿不出尿来 尿尿非常费劲 有个老人到厕所以后 等了十多分钟 挤出几滴的尿来 回去以后躺在床上 过一会儿 又感觉到要上厕所 因为我们的膀胱里的尿 排不出去 他老对膀胱壁是一个刺激 老感觉我有尿 这个尿不出去 老刺激膀胱 引起排尿感觉 所以这部分老人 往往一休起夜 都十次八次 很严重地影响他们休息 而且会激发出的一些 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 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出现障碍了 它其实是跟排尿系统密切相关的 那像这个前列腺 它有没有一些分类呢 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很多 年轻人往往都是前列腺炎 急性和慢性的 老年人最常见的前列腺疾病症 还有极少部老人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症胃 这三种疾病呢 其实是没什么必然联系的 都是不同的种类的疾病 但是有一部分 慢性前列腺疾病的病人 年轻人都得的 到老了以后 他的前列腺疾病 会比正常人来得要早 有的是六十年以后 这部人可能就五十多岁 就产生了一定的症状 所以这三种疾病 没有直接的联系 它不是发展发展 最后发展成了前列腺癌 不是 它是不同种类的疾病 虽然前列腺炎 和前列腺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也是两类疾病 老师那民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前列腺 如果出了问题 可能会影响生育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我们从生理解剖上来讲 我们前列腺是一个性腺器官 它分泌前列腺液 参与我们的内分泌 内分泌 它是雄性激素的一部分 还有分泌前列腺液 前列腺液是我们精液组成的30% 如果我们前列腺液不健康 我们精子的活力就会下降 也会影响生育的 所以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育的 老师那像我们都知道 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肥大 很多时候是伴随性的 那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从病理学严格意义讲 前列腺增生指的是前列腺 体积内的细胞数量增多 前列腺肥大指的是前列腺 体积内的细胞数量增大 细胞个数增大 所以是严格区分 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但是它民间老病 通常为前列腺增生肥大 因为他们由于增大以后 不论哪种原因 它对尿道都造成一定压迫 挤压 造成我们的排量困难 所以我们民间常说 前列腺增生肥大 也未尝不可 老师其实像我们开始也说了 老年人是前列腺疾病的 一个高发群体 那么这一类人群可能会有一种老观念 就是觉得这个前列腺疾病不需要治 可能也觉得挺难以启齿的 那面对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 老师有没有什么忠告要跟他们说 该如何正确地面对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 男人的前列腺 女人的路线 这是确实是很麻烦的事 年龄时候都有用 大老了才逐渐减弱了 像我们的路线似的 年龄时候很普鲁养鱼儿女 当时老年人 还容易得前列腺 路线肿瘾 所以这样 所以这两个麻烦 咱们要正确对待 尤其一些老年人 当你有排疗困难症状 六十岁以上的 你首先要下到前列腺 增生了 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及早的盖医和治疗 因为咱们前列腺增生 以后几下尿道 我们尿不能很顺畅地排除 所以产生一系列症状 最主要的 它有严重的并发症 因为我们的膀胱里面 柴余尿量大量增多 我们膀胱会产生膀胱炎 膀胱结石 我们膀胱压力过高的话 我们肾脏 往下分泌的尿液也排不出去 造成我们肾脱脊髓 所以逐渐演变成 我们的肾脏障碍 肾脏筋 所谓说的尿涂症 这是一系列演变过程而来的 我们要正确地 认识这个疾病 要及早地干预它 重视它 以免造成我们 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 老北京常说亡羊不牢 其实把牢笼砸起了 羊也是跑了 所以我们要及早认识它 干预它 那么是不是说 只有老年人需要注意 像年轻人需要注意 这样前列腺方面的疾病吗 年轻人前列腺更主要 有一部分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呢 我们临床上常分 就是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 有一部分感染性的 就是前列腺开口 在我们的尿道 我们尿道一些炎症 慢性炎症和引起的炎症 顺着前列腺开口 逆行进入前列腺炎的 造成急性前列腺炎 这种炎症挺痛苦 发烧 下腹部醉痛 生活不适 这是我们要及时去治疗的 还有一部分慢性前列腺炎 由于感染也好 所以免疫状态也好 它也是很难治愈 周身不适 心功能低下 腰气酸软 尿道低白 什么叫尿道 就是我们尿道好 经常有不明原因的 分泌出白色的分泌物 我们这个分泌物 涂到玻璃片上 拿到坏时 在显微镜底一看 里面充斥了大量的 炎性细胞 这些慢性前列炎 这些疾病都会影响 我们的身体健康 影响我们的生育 影响我们的生殖 我们要及时地干预的治疗的 所以说前列腺疾病 已经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了 所以男性同胞们都应该注意 那么生活中哪些高危因素 会诱发前列腺疾病 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 老年人多数是不可避免的 有年龄在老化 急速的分泌失调 年轻人有一部分 就是经常久坐的人 因为前列腺疾病 它青睐一些人情 出租车司机 IT人员 骑马骑车车的选手 等等等等 这部分人容易得前列腺疾病 再一个 我们不节的性生活 因为尿到一些细菌 顺着我们的前列腺开口 就直接进入到前列腺里去了 前列腺造成一个 眼性感染 这部分人 注意我们良好的性生活 保持一定频率 再一个 我们不要经常喝酒 不要经常吃一些辛辣的东西 这样都会影响我们的前列腺健康 老师 那如果发现自己的前列腺出现了一些问题 去医院做检查 该如何区分是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呢 医生会很容易地间别两种疾病 通过什么样的检查 一个是年龄因素 年轻人过多的都是前列腺炎 因为年轻人很少有前列腺增生的 除非用磁机素用也多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做一些彩操 我们看看前列腺体积大不大小 指都又不硬 我们个手摸也行 肛门指针也能摸出来 再一个有没有前列腺炎的症状 尿道低白呀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化验 另外我们可以挤压前列腺 重过直查 挤压出来一些分泌物 涂到片子上 玻璃片子上 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盐性细胞 这都是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 一个鉴别针断的一个步骤 再一个我们老年轻人 我们可以做一些尿流率的测定 每秒小于15毫升的尿流率 提示我们的尿道有耕种 小于10毫升的尿流率 我们确认它是非常严重的耕种 另外还有一些核磁风症的检查 化验前列腺体抗原等等 我们都可以区分前列腺各种疾病的类型 分别不同 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吓自己 其实这个前列腺疾病到医院 其实是很好治疗的 那像这个前列腺疾病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知道 它到底如何治疗 因为毕竟很多手术它比较复杂 而且有危险有痛苦 像咱们前列腺疾病该如何治疗 前列腺生我指的是老年人疾病 传统的手术方法就是电切术 经尿道电切术 这是一个标准的手术 那会有个大的窗口 标准的手术 随着这几年 这个介入放射学的飞速发展 科学的不断进步 这种手术 由于它第一要全码 第二个 从电切镜切到前列腺增生的部分 它会出血 我们要不断地冲洗尿道 以免这个凝血块 再把尿道再次堵塞 像这种方式 老师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了 就会排斥 对 另外有些心脑血管疾病 它的电切术 它对这个影响很大的 常常容易引起这个并发症 2010年以后 咱们世界上就开始实行 前列腺介入摔塞治疗术 这是一个新型的手术 尽管很多医生还没有认识到 没有接触到 但是任何认识也阻挡不了科学进步的脚步 现在我们的北京 上海 国外 很多大医院 把这种手术都列为前列腺增生的首选治疗 因为它第一个 不出血 不开刀 不缝合 术后 六到八小时可以下地 第二个 没有年龄的限制 99岁 也一样可以做 因为我们医院做了一个99岁老人 他做好了以后 他把75岁的女婿领到我们医院来治疗 那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恢复非常好 有很多老人 我们去回访 当离开医院的时候 他把自己带了两年的尿袋 给他拔除了 他感动得痛苦流泪 这种类是幸福的眼泪 是对医生感谢的眼泪 是对科学造福人类的一个最好的赞扬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也很感动 我们也很感动 确实这是一个好方法 那么这种新的技术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到身体的呢 大家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像咱们供热管网一样 管管相通 我们在大腿根部的股动脉搏动 最明显处我们扎针 菊麻 送的一个很细的 0.7毫米的微导管 我们送入到这个前列腺动脉里 我们注射一种液体的摔塞剂 把这个前列腺动脉堵死 当前列腺没有血运供应的时候 它的体积就立即会缩小 萎缩了 就像我们平日在家里浇花一样 我们这花如果你半个月不浇 它会干嘛了 萎缩了 这个缺血性萎缩坏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摔塞以后 它立刻就萎缩 一旦前列腺体积缩小了 它对尿道的挤压也起不成了 我们又像正常人一样 来进行排尿了 所以这波老人 对非常流下幸福的眼泪 他会感觉自己非常幸福 得益于咱们时代的进步 得益于咱们科技的进步 那么这时候很多朋友就想问了 这个后续的恢复怎么样 会不会再复发 我们前列腺酸缩以后 6到8小时 它就下地了 因为它是彻底的酸缩 所以我认真地告诉大家 它不会复发的 它不像电切术 电切术只能切除到 前列腺增生到尿道那部分 整个前列腺体还是保存的 所以它像 有时候像割酒这一样 一查下去 又一查生长起来 所以有一部分 电切的病人 它会复发的 但是增生 介入摔摔 确实是从根本上 摔摔来前列动脉 它永久不会复发的 尤其我们的摔摔剂 是永久性摔摔 你家身上会不会留下一些伤疤 它不会 不会 就一个真眼 所以它非常好 非常好 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有伤疤 不用拳码 没有什么病发症 因为它这个导管 走的是盆腔内的血管 它不经过心脏和脑袋 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孙准总结来说 咱们这个新技术 没有痛苦 没有并发症 没有年龄的限制 同时窗口也是特别的小 这可以说 对于前列现患者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新技术了 那么老师 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 现在已经救治了 多少患者了 从我们年初到今天 已经做了将近 一千例病人了 国内最大的量 是301医院 北京上 它做了400多例 王茉强主任 前任人 我们301的介入科主任 特意到远东来 指导我们做这些工作 收到很好的患者口碑 因为张继三主任 也是咱们 介入全国的介入学会主任委员 他亲自来远东 一个是带给我们患者服务 第二个 要证明这个技术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技术 并不是野肌手术 好的 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的热线 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惑 喂你好 这位朋友 你好医生 你好 我今天我父亲吧 就是60多岁了 平时上次的时间 也非常长 而且次数非常多 尤其晚上有 一问他 他就说没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前列腺方面疾病 他可能有点害怕手术 老也不想去医院 你看这个应该怎么办 好的 60多岁老人 有一些排脑障碍和排脑困点 从临床医学上 首先应该考虑他的前列腺增生是存在的 你可以到正规的医院 我们查一下我们前列腺增生的程度 大小 因为前列腺增生早期症状可能不是非常明显的话 但是它的损害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排尿障碍的话 我们膀胱里过多的尿液存留 一个是液料多 影响你休息 第二个 膀胱里尿液大量的存留 会引起我们一系列的膀胱炎症 膀胱结石 我们肾脏积水等等 一系列并发症都是潜在的危险 是我们过早的干预它 过早的治疗它 是对的 所以它这个现在算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也算非常明显的情况 所以还是有点查晚了 对 应该尽早的到医院 好的 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热线 喂你好 这位朋友 你好意思 你好 是这样 我父亲今年58岁 平时就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昨天晚上他喝了点凉啤酒 喝完以后就尿不停尿来了 一直可是憋着呢 憋着挺难受的 我想问一下他 他是不是潜在线方面的问题 我现在该咋找 45岁以上我们潜在线就是缓慢征生了 一到50岁 我们潜在线征生速度就加快了 就是所谓的潜在线征生时代 潜在线征生肥大 对尿道的挤压 尤其我们着凉喝酒刺激以后 我们潜在线充血水肿的更加加重了 所以你的症状会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平常避免喝酒着凉 另外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 采取相关的治疗 其实他发现症状就应该马上去医院进行检查 反而还喝酒 这样反而给身体造出更大的负担了 喝酒的刺激潜在线 使潜在线充血水肿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平台上的留言 手机尾号是1561的王先生说了 你好医生 我父亲刚开始是尿了血 那去医院说是潜在线的问题 吃了药也输了药 现在这个血是没有了 但是小肚子经常会憋得难受 一年多的时间了 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吗 潜在线增生可以有血尿 因为潜在线增大一定体积以后 我们被膜上很多毛衣血管破裂了 它是一个症状 是一个症状 但是进一步我们再查了 排除其他的血尿原因 因为这个血尿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有没有彷徨的站位 送料管的站位 有没有肾脏的站位 除此之外 我们再考虑潜在线增生 我们到政府医院一定要查一查 血尿的原因 因为很多前泌尿系的肿瘤 也非常容易出现血尿 我们不能影响十大 因为潜在线增生 毕竟是次于肿瘤的影响 是不是 我们先把恶性的病病排除以后 我们一定要采取相关的治疗 所以想要确诊 还是要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看手机尾号 是2645的观众留言说 父亲今年62岁 那前一个月做采钞 说是得了前列腺增生 小诊所的医生说 这个是用中药可以治疗 想问一下医生 中药治疗它可以彻底的痊愈吗 任何前列腺增生的药物治疗 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可以负责的 是一个缓解的作用 包括我们常用的药 哈勒尔保罗医症 一个是平滑剂松车剂 一个是飞纳熊胺 就是五阿拉伯淮胺一致剂 刺激我们的双筋肝脓 不让它再生 这种药就是你吃上以后 它可能改善你的 排尿症状 但是天天都得吃药 到死到一定程度 我们的机体 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了 它已经不好使了 所以说尤其一些中药 你长期吃可能有些益主 但是从根本上 解决不了前列腺增生的进程 还得通过手术的方法 介入的方法来干预它 到时候身体就会产生抗体了 是要三分毒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6345的观众留言说 下腹部坠胀感 而且这个尺骨处胀痛 走路或者是躺着的时候 症状好一些 但坐着时间长了 就很难受会发胀 想问一下医生 这是前列腺的症状吗 如果年龄大了 首先来考虑前列腺症状 为什么下腹部胀痛感 因为你膀胱里的尿液 唇尿比较多 尽量刺激你的膀胱 膀胱以后呢 产生膀胱的炎症 甚至有些膀胱 有些洗食 气食 这膀胱技巧量肥大 排尿 避尿机使劲地收缩 增加抚养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疾病症状都是病存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手机尾号是5713的观众留言说 尿痛 尿不快 尿贫 里面好像有东西在痛 那一直到现在有两年的时间了 今年才开始疼 原来以为是结石也没在意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个情况也可是一个泌尿系的感染 和慢性的前例 我们也要到医院去 继续鉴别针断 不要再加主观的 因为是某种疾病 胡乱地服用一些药物 没有用 那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2563的观众留言说 儿子今年15岁 平时学习经常是坐着 而且缺乏运动 现在也比较肥胖 最近观察排尿比较困难 而且一次量很少 总是往厕所跑 想问一下 这个会不会是前列腺出了问题呢 一般的前列腺都是在50岁以上 增生 对 这个孩子才只有15岁 极个别的 咱们不应该 除了用一些磁地素治疗 像营稿啊 一些疾病 这种15岁的人 很少得前列腺增生的 但是也有 也有个例 不是 也有个案报道 都是由于营稿啊 和其他临床上 给一些磁地素药物资料 激发出来前列腺增生 但是这个15岁 又没有那些病史 我们不考虑 他是前列腺增生 那这个孩子需要去医院 到医院去检查 是不是有些泌尿系的慢性炎症 等等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手机尾号是3689的观众留言说 刚开始的时候 尿频尿不进 特别是晚上尿尿次数很多 并且尿痛 之后发现排尿有困难 感觉是什么东西挡住了 挡住了这个自己的尿部 那尿尿的时间也增长了 怎么尿都尿不干净 想问一下医生 这个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 很多症状 典型症状 如果你年龄要是恰好的 这个五十五十五十以上 我们首先在考虑前列腺增生 也需要到医院进一步 诊断和治疗 所以年纪大的话 然后再加上这些症状 基本上就可以通过症状来确诊 五十岁以上 产生了一系列排尿困难的症状 和排尿障碍的症状 我们首先要考虑前列腺增生 因为这是我们老年人 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疾病 任何人都躲不过去这个坎儿 那么老师 像您接诊的过程当中 年纪最小的大概是多大 最少的有五十五岁左右的 再小的我们还没见到 那现在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迁徙地说 都是非常不错的 都是不错的 好的 再次感谢孙准 如果电视机前 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困惑 都欢迎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319进行咨询 同时也可以通过 新闻一行的微信公众平台 与我们留言互动 那每一期我们会有专家来讲解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 你好医生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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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